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早 星期日是不是很早 很感謝大家太小 和爸爸和媽媽過來 這麼早就三月 其實剛才介紹我 我想我再講一點自己 關於不爭取生 其實我在電影院畢業了十多年 自己也做過很多短片的創作 亦都現在拍了兩部長片 當中 我小學的時候 其實那個年代沒有機會接觸 首先沒有手機 亦都沒有說有這個電影 還有給我試鏡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 有沒有在座帽 哪位同學是沒試過拍片的 我想瞭解一下大家 手機拍片的影片也算了 全部都是一個導演 每人都做過創作 是不是 有沒有同學沒試過剪片的 小節 小節 OK 都有 有沒有同學 其實不知道短片創作是甚麼一回事 全部都知道嗎 全部都很有興趣 其實我小時候是甚麼都學的 跳舞 就是我的大姐跳 跳舞 流冰 吉他 甚麼都學 其實沒有樣子 整個戲劇 我也是一個 中學很喜歡甚麼都學 又跳舞 又把戲劇演 其實我直至接觸 流動影像創作 我很後知後說到 大學的時候 十八九歲才去拿攝影機 去拍攝 甚麼是流動影像創作 我給你們遲人 如果你們現在 可能十歲或十幾歲 已經開始有這個機會接觸 那我是好事 但這是一個搜查的過程 我發現我最喜歡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都是有興趣 或者現在你去玩影片 創作一個興趣 但是我發現了 原來我不是一個興趣 不簡單 原來透過鏡頭 我用來看這個世界 讀書的時候 我都不是讀導演 也是 我是畢業之後才 我是讀聲音的 我喜歡聽音樂 我是錄音的 就是錄下海聲 風聲 那到畢業的時候 我才會用我 即是想做導演 即是想去建構一個世界 光影世界 畢業 即是二十幾歲才開始 很想 二十一歲 二十二歲才開始 有用我做導演 但是那個過程是很有趣 因為每個不同階段 我發現 譬如我學跳舞 或學Acting 原來那些東西都會帶我去 讓我去最後 在電影世界裏面 還有我雖然我讀聲音 但原來我會影像原來的聲音 其實一切 在你生活的每一個點力 都會幻化在你的電影世界裏面 所以原創性 我負責說原創性就重要了 其實甚麼是原創性 原創性的話 我來講是原於自己 原於每一位同學 每一個你 你都會是你的影像的導演 原於你 你相 原於你之外 由那個原子你 論有三出發 你最有的欲望是想說甚麼呢 你最關注的是甚麼呢 啊 白飯魚這個題材 究竟我想到甚麼呢 由你出發之後 你去相信 原來我想到白飯魚 其實好像一個海洋一樣 我相信 我看到的東西 我整條片都要藍色的 我相信 然後由你相信 每人都有指有不 由你相信 我現在給你一分鐘 你去想白飯魚 你想到甚麼 我們不如一起玩遊戲 一分鐘時間 有沒有人有不有指 每個同學 每個導演 在你那個紙的後面 扯都可以的 你把手拿著紙的後面 都可以的 其實沒問題 不需要再拿紙 可能有筆 OK 其實你做一個導演 做一個創作人 很重要是有筆 有一張紙 雖然我們是用機器來拍攝 但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去裝回你那天 生活的領域 想到的東西 又或者你有個手 可能會融入 我想到甚麼 所以其實是有 有些工具很重要的 OK 我已經給了一分鐘時間 大家想過 由白飯魚出發 你的腦海 想到甚麼 可以是故事 可以是聲音 全部寫出來 可以是文字 可以是線條 可以是顏色 盡情去創作 去寫下去 好 大家開始了 我現在會問你們 一分鐘時間 好 我看到同學很用心去寫 OK 差不多十分鐘 我們整個回合很快 其實這個集 現在要再做 OK 你聽見到現在寫了東西 就是影像文字 聲音 然後我們相信 跟自己說 這個文字 這個創作 這就是你的idea 你就一定要將它 去幻化成影像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我們的故事 相信我們的世界 可不可以跟自己說 我就拿著 我現在寫了一些概念 我一定是必要將它 成為我的三分鐘短片 為甚麼成為當中 是很多的步驟 但是 believe 相信你的幻像 相信你的文字 你一定要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將它成為影像 這個就是 一個導演很重要 就是 我們怎樣很辛苦 Jesse 張翠先生 我寫了很誇張 我寫了一百個禮堂 和我拍了一場戲 那你就做 跟校長說 我跟老師說 我需要一個時間 我一定要拍到這個鏡頭 因為拍電影是真的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校園的比賽 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 那一幕戲是很重要的 在你的故事傳達的訊息 你盡量去做 我很相信你們想拍攝的訊息是好的 學校會幫助 協助大家去做 而且要靠你自己 如何去 persuade 老師 就好像我們可能找投資者 要告訴別人 你的股心有幾多人 他們就會去相信 你給你錢 現在我們不是說錢 我們說 OK 老師可以協助你的 人力 物力 所以我們就要從自己出發 概念之下 我們就要相信我們去扶持 然後我們就要建構我們的世界 光影世界 OK 那我講廣告小虛 我現在其實會透過一個分享 我拍過一個三分鐘左右的一個段片 其實我 早期的創作呢 大部份都是自己跟攝影師或是自己一個掌握個護士 或是自己一個掌握個護士去拍攝的 那很個人的 因為我那年內 就是很開初的時候 其實是很輕巧的 那我現在可能又會有校園技師臺 那麼多的一個團隊協力 那以前我是很個人的 那我現在報告給大家看的作品 其實比較後期 是近一兩年的一個慈善 一個李嘉誠慈善基金的一個 叫做《香港人你還可愛嗎》系列的一個短片製作 是天美高的一個捨棄 那他就找了香港十個多年左右 去一起共同創作的一個系列短片 那跟你們一樣 我當時就被邀請 而我又是有一個題目 叫做《香港人你還可愛嗎》 那跟你們拿著白飯的一樣 那我想究竟 《香港人你還可愛嗎》 可以引申到一個什麼故事呢 我突然想一想 你會想到一個什麼故事呢 因為有導演會拍了愛情故事 或者是一個跳舞的故事 但我就是拍了一個 關於一個老人間和小朋友的故事 在一個公園 叫《午後公園》 我當時想和PK一起寫劇本 因為首先我會想 其實你說我會想到的就是 香港人現在很擠迫 這個空間和很急速的生活 而我們其實很缺乏 一個可以休閒的空間 可能我們會去 媽媽帶她去麻糬物 可能是購物 周圍都是一個商場 那我就想 其實我們公園是很少的 即是可以讓你坐下來 去休息去玩的公園 即每次去休息 好像都是要去消費餐廳 所以我就跟天爺說 我也想回到一個公園 這個公共空間的故事 那我就設計了一個老人家和小朋友 而他們有什麼不同呢 和我們一般見到的老人家和小朋友 他們是不是一個 你們會想到什麼 老人家和小朋友 他們是什麼關係呢 是公公和孫 是不是 是嗎 我聽到 那其實他們是不是在這個關係呢 那你又想一下 那老人家他是不是會 是什麼性格呢 你覺得 是很成熟的 會和小朋友教他做事 那我現在會播放給大家看看 這個五號公園 收到一間經濟讓人回家 我們都一直在買 e-mail 我都好想看 我真的沒有用 我是有這個 我是有這個 我真的很疲倫 我看他掌握 我看你 我聽你的 我恨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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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ugee 現在每一行都難做了 你要不要看心理醫生? 醫生我會替他解決問題 我希望… 你繼續說 我希望我做我喜歡做的事 不過他們都不喜歡我 嫌我不夠潮 對, 又說我穿衣服勞逗 你呢? 就是那兩個有社區中心認識的 你好 穿到五間六色, 以為自己很漂亮 為什麼你不說話? 心理醫生不說話的 這不是這麼多錢來幹什麼? 秘密 準備了嗎?準備喊嗎? 停了 杜醫生 是 漂亮嗎? 漂亮 我擇子妖幾十年了 現在沒人喜歡子妖了 像你這麼大的時候 我們一班同學 去到空地那裡, 一秋風起 我們一起做防護 看看誰防得最高 越高越高 我是第一 來, 我教你 風箏最重要是適風 你沒有風就起不了 有風起, 你才起 隔壁就起 有風的風 幾天 你認得那個伯父是誰 大家都認識他 我想媽媽和老師會認識 寫了劇本之後 當然我們有一個Casting 找演員的一個環節 還有去看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概念 如何幻化你的劇本 成為一個短片 要通過什麼程序 老師有沒有教過 是不是同學都知道 有沒有同學不太知道 如何可以開始 當你有劇本有概念 如何開始拍攝 大家都知道 可能你就會找演員 去看景點 在什麼場地拍攝 還有找誰是攝影師 我不知道在這個階段 大家會不會分工 有沒有說誰是攝影 誰是導演 還是都是自己一個人 和一個演員去拍的 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可能 如果當好像 你看到剛剛很簡單 這個五項公園的短片 其實我們資源有限 只拍了一天 只拍了一天 但是我們都會有 多過三個人 不是只有我 還有兩個演員 有攝影師 收音師 有很多很多人 也不是很多 比我們 比你想像 可能只有我 或者演員多 因為其實很多崗位 我們都要做的 我現在都會有個 有什麼希望給大家看一看 所以如果你有的概念之後 需要找一些 可能老師 或者媽媽 或者同學 去幫助你 去拍攝 那場戲 好 嗨 我是曾翠山 我們今天拍的是 Tark公園 香港是一個 沒有什麼空間 讓大家休息 就是聊天的地方 公園來說 是很重要 就是別人 市民去一個公共空間 去交流 去聊天的地方 我是江濟的 很久沒跟大家見面 這個故事是廣播公爭 我扮演這個角色 在記憶裡面 我就是 一個老天真 也可以一個老幻園 就是畫面過去 小朋友就是Michael 杜敬揚 跟他聊的時候 覺得他 其實都很可愛 雖然都拍很多演出經驗 但見他對著媽媽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小朋友 他們兩個都很有趣的 合在一起 一個風扇 Michael 我很想說一個關於 小朋友和老人家的故事 公園是他們常常會相聚的地方 他們兩個雖然是不同年紀 但是他們是一個好朋友 小朋友又好像很老跡 伯伯又好像很小孩子 但是其實最終 小孩都是小孩 他會為了不空爭斷了 他不開心 伯伯他好像憑小孩子氣 但是其實 他講起他以前的一些經歷的時候 都是好像前輩一樣 一起分享他以前的故事 他們一個集體 他製造的樣子 全部都是年青人 變成我自己都 整個字都變成了 這次 有一個值得我美麗的地方 雖然他的劇情非常之軟 謝謝我 大家會看到有攝影師 燈光師 藝術的 藝術的藝術指導 有拍Making of的團隊 所以 但是你們都不用緊張的 因為其實拍攝有很多種拍法 可能你說 Jesse 我不是很懂打燈 那怎麼辦 我們沒有那麼多器材 那也不要緊 其實我們有的是什麼 太陽 或者是室內燈 所以我們其實 只要你想像那個畫面 你去找我們以後的素材 可能我們用這些簡單的曼光板 就是白布膠 其實你在文具沒有買一個很大的 一個叫Poly 白布膠其實是可以反到光 可能你拍攝完的Close-up 特寫 你可以去做 我們有太陽光 我們可以走近窗邊 或者我們戶外拍 或者我們室內 其實現在數碼相機都沒有感光 那麼我們可能很夠一些室內的光 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在街拍 你要小心點 可能找些光的地方 雖然我們沒有燈摩斯 但是我們有我們的眼 和我們去走 用一個團隊去走 那麼 因為我們都不是這樣說 蝕景 所以其實今天說不了很多 但是大家都可以 都不用驚慌 因為我們有很多拍法 可以去達到一個目的 沒有人多 人少多 人少多 人少的拍法 只要大家有種創意 就是想到你那個世界 你拍出來 你就會想到方法 例如我們 有些叫做推軌 是一個軌道 可能有點移動的鏡頭 那怎麼辦 就算了 其實你想到可能 家裡有一張軌道 你都可以推動 所以其實有很多方法 當然是安全 但是可以有很多方法去做 OK 剛才你看到其實 就是一個很少年的製作 但是我們都拍得很開心 因為江蕊叔叔 他去參與 因為我也很喜歡他 我是想到演員的時候 然後就邀請他 然後他又想去做這個角色 那麼小朋友的角色比較難找 那麼 最後 就是 你看到其實 因為這個鏡頭很分很多鏡 因為我要去扮一個很老式的角色 他很難 就是演員 你看阿牧會這樣 因為阿牧會這樣 小朋友很漂亮 哈哈 我的演員 因為他其實都很精靈 但是他要扮一些這麼老人精的角色的時候 他的戲很難去搭到很久 一定是很快就會散了 所以我一定在鏡頭裡奏回他的演員 因為他不是掛回自己 所以比較難處理 所以用鏡頭去奏回那個戲 這個是你們拍攝的時候的揣摩 就是要了解演員的特性 如何在分鏡裡面去配合 OK 那麼大致上 五項公園就是這樣 我想這間聊天的環節 可以大家去問一些創作問題 或者執行的問題 那我 除了五項公園 其實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是很喜歡拍攝村 我是一個村姑 很喜歡拍攝我村落我出生的地方 我成員的地方 那叫做西貢夢充村 那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創作 都是關於我村落 那當然現在寫的故事都 現在在做紀錄片 都是關於村落 但是將會做一些非村落的故事 但是我今天 我這部份完結之前 我想放一個 我最近的長片叫做大南湖 的一個MV 音樂特輯 它是一首歌叫《一天》 就是我男女主角 唐靈門周領偉唱的 我邀請了潘元良先生幫我填詞 她看完我的電影 之後 將電影的神水化作了歌詞 那大南湖其實是說 一個女子回家的故事 關於親情和愛情的 她遇到一個小學徒學 一起去找一個故事 那我就想送這首歌給大家 其實 我是第一次做音 做一個真的一首歌 因為我以前的 soundtrack 都是純音樂的 那我想說就是 在原創那裡 就是自己 真的做一首歌 關於屬於你的電影 其實是很美麗的過程 那大家可以送給大家這首歌《一天》 謝謝 我的家碎了 我的家漸似素性 却在这一天 有一天 记忆消失了 脑海中有见光影 也在这一天 过去的某些阴影线 到这天才发现 永远地 每天都改变 我从后看见 这微妙风景 在身边 这一天 感触一寸寸 智雨水添添 我从后看见 再一天 我说世再见 这一天 这一天 感触一寸寸 智雨水添添 智雨水添添 沙沙作烈 那一天 行临近月圆 我说世襯 Letter 从海底 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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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們看到這個一千的影像 其實就是大蘭蘆的電影片段 大蘭蘆就是那個村一帶的拍攝 其實我和你們一樣都是很年輕的導演 都是很低程度的創作 其實我爸爸媽媽都是演員來的 很多村民、朋友 所以你們雖然雖然雖然不預算去做這個創作 但是有的本錢就是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你家人 所以你覺得你的故事是適合哪一個朋友 或者是家人去做 你就儘管去跟他們說 說服他們 還有可能是你周圍熟悉的地方 去找場景 去從你身邊的故事出發 這樣可以是一個很無限的創作 你以為你是經過茶餐廳 經過那個公園 是很沉悶、無故事好拍 其實它是另一個世界來的 所以很鼓勵大家從身邊出發去想像 白飯魚可以是一朵花 白飯魚可以是一個婆婆 白飯魚可以是一個 你很喜歡暗戀的女生 其實是可以很多無限的想像 它也是一個動畫 其實你們可以做到動畫 是否大家知道甚麼是stop motion 並隔動畫 其實只要你有相機和腳架 拍很多隔的相片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動畫出來 所以就算你畫出來 你的影片是畫出來也可以 只不過你需要每一幅每一格去畫 或者你之後拍到一格 每個變化都要補足 我今天都不可以說那麼多 但是如果你興趣做動畫 定格動畫 其實你再去匯聯網 去搜尋 其實它有很多坊間 去教你做這個方法 是很簡單 你一部相機都可以做一個影片 當然最終你要用一個軟件去合成 我想合成的部分 老師都可以幫到你的 所以最重要是你想到 你的短片是一個甚麼形態 甚麼質感 是動畫 一些現實的影像 是一個紀錄片 還是一個劇情片 是一個愛情片 還是一個恐怖片 就是很多可能性 好的 OK